加州民生物价涨不停 就连电费也跟着调整 而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 对外来宣布 从下个月开始 有500万用户的电费 将每个月平均增加5到10美元 涨幅8% 夏季是用电量的高峰期 不过想大开空调 消暑的民众受到电费单 可能要吃不消了 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 正式对外宣布 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 已经审批通过电费上涨的决议 上涨幅度为8% 因此将有500万的用户电费 从7月开始 每个月平均增加5到10元 Edison表示 上涨电费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天然气价格高居不下 由于加州85%以上的天然气 都是从外州输送的 所以天然气的价格 也受到相当大的影响 加上爱迪生电力公司 已经有13年 没有调涨住宅用户的电费 因此这次一并调涨 第二是电力系统的改革 这也是促使电力公司 不得不提高民众的电费 要是以这项气费来算 预计将会有一半的 爱迪生电力公司的用户 每个月电费将上涨8元 另外低收入用户 大约会有一半 因为符合加州特别项目 他们的电费将会 每个月上涨5元 爱迪生表示 如果再经过相关监管部门的审批 爱迪生的电费 明年将会再度调涨1.5% 相当于每户人家每个月的电费 将再上涨1到2元 中央电视编辑报道 晚别 Jah 晚宅 ан 刘 雨 雨 雨